好,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后大行速主讲老师,向高甲 那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正式开启 2023年向高甲讲行速法的 理论清讲卷的系列课程 那么在未来五天时间里面呢 我会陪伴大家 一起来消化手中这本 向高甲讲行速法的理论清讲卷 那这本书呢 其实只是我们备战法考的系列图书中的第一本 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呢 我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 所有的法考行速的图书系列 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实现 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 那么听课的同学呢 有些可能是初次听课的小白同学 他们对备战法考需要看哪几本书 以及每一本书 他的写作特点 他的使用方法都不得而知 所以呢 请允许我用十分钟时间啊 帮助大家呢 来简单介绍一下 备战法考行速科目的系列图书 以及他的图书使用攻略 来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备战客观题需要用到的四本图书 从左到右一次是理论金奖卷 真题卷 119考前必备 还有168经题串奖 这四本书足以帮助大家实现客观题的突破 可以进入到主观题 希望同学们呢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来依次阅读 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本 理论金奖卷 这本书呢 是最后最全的一本基础教材 它涵盖了大纲要求考察的所有考点 可以做到行速考点的全覆盖 它对于基础概念 对于这个法条背后的原理 都进行了详细的展开讲解 这本书啊 它适合在早期打基础来使用 我建议大家在7月份之前 可以阅读一到两遍 这本书呢 由向老师给大家做同步的视频讲解 一共有30个小时的课程 请大家做好听课计划 好 接下来进入第二本书 叫真题卷 这本书呢 要帮助大家实现 学以致用的效果 我们说做历年真题啊 就是做未来考题 通过真题的研读 我们可以找到 行速这个科目的命题规律 找到命题者常用的命题陷阱 来提高我们的作战技能 咱们可以通过真题的重复率 可以迅速的捕捉到高频考点 凡是考过两次以上的真题啊 都是命题者心目中的黄金考点 另外呢 咱们通过真题的单元演练 可以检测一下我们的学习效果 那么真题中如果不懂的题 同学们便忘了听向老师的同步的视频讲解 一共有12个小时的同步视频课见 好 那到了7月份 进入了法考备战的黄金时间 这个时候啊 我们需要对重点的考点 进行专项的背诵记忆 咱们特别渴望有一本书 是浓缩的精华 浓缩的重点 那么119必备这本书 就是一本浓缩的精华 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呢 通过表格的归纳 帮你概括出这个学科的记忆体系 通过口诀的概括呢 让你的记忆背诵可以简化而深刻 通过大道阔斧的删减 可以让重点一目了然 帮助大家实现考前的减负功能 那么听完整本书呢 需要18个小时的时间 也是由向老师本人来亲自为你讲解 好 最后呢 到了8月底 9月初 进入了考前的冲刺阶段 这个时候 咱们特别渴望能得到最热门的 最前沿的 最重点的考前预测题 那么168晶题串讲 就是这么一本 代表了考试方向的考前预测 有同学可能会问啊 说老师 这个168晶题串讲 跟前面讲的真题卷 有什么区别呢 从名字可以看出来啊 真题卷 它代表的是过去的考题 是一种代表方向 代表规律 体现了重者横重的密题规律 而咱们这个168晶题啊 代表的是当年 最热门 最前沿 以及新增必考的 这些黄金考点 它代表的是 本年度的考试热点和方向 是预测题 前者 是总结规律的真题 后者 是代表方向的预测题 所以这两本题的功能 是不一样的 那我提醒大家啊 我的168晶题的编写呢 难度系数比较高 所以同学们 只要能做到一半 就算非常优秀 如果做不对的 别忘了听向老师的同步的视频讲解 一共有12个小时的同步视频讲解 好同学们 如果你认真学了刚才这四本书啊 那就恭喜大家 你可以顺利的进入下一轮 主观题的战场 那主观题呢 它的考试的范围 跟考试的命题规律 和客观题有很大差异 所以呢 咱们主观题 有三本专属的主观题图书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本叫主观题考点清单 第二本叫主观题沙盘推演 第三本叫主观题采分有料 这三本书都有各自的功能 有各自的使用的方法 来 首先 主观题啊 它的考点范围和客观题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客观题呢 它的那些考点是不可能进入主观题的命题范围的 它不好考 所以我们要大刀阔斧的删减 我们这本主观题考点清单 就是帮助大家划定了主观题的命题的范围 将那些必考的重点进行详细展开讲解 将那些非重点呢 进行大胆的删除 帮助大家打好主观题的考点基础 好 这是第一本书 考点清单啊 划定范围 那么主观题啊 它的命题的方式和客观题也有差异 你像客观题呢 更强调我们对考点的归纳总结背诵 考察我们对选项的判断能力 但是主观题考的是对案情的阅读能力 然后对考点的识别能力 还有就是法条搜索能力 还有就是结论的书写能力 以及论证说理的能力 所以呢 主观题考察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专门针对这个特点呢 编写一本书叫主观题 沙盘推演 沙盘推演 就是将过去的那些主观题真题啊 咱们一起来带着你带写带练 帮你找到主观题特有的密题规律 通过专项的训练啊 提高大小小的主观题的作战技能 好 这是第二本书 主观题沙盘推演 好 最后呢 有些同学啊 在答题的时候 始终找不到主观题的踩分点 有人很能说 很能砍 犹如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呢 远远的偏离了主观题的踩分点 所以得分不高 还有同学呢 就是西字如今 不会说法言法语 那必然得分也不高 那针对这些问题啊 我们专门写一本书 叫主观题踩分有量 帮助大家呢 准备一些主观题答题的金句 然后呢 设计一些常见的主观题的 常见的问题模型 针对这些问题呢 准备一些常用的答题模板 和答题话术 让你呢 可以在考场上 从容面对 可以胸有成竹 好 这是我们主观题用到的三本头书 那今天呢 我们讲解的是 是我手中这一本啊 这个向高甲 讲行诉法的理论金讲卷 这是客观题的基础图书 所以呢 我还是要专门把这本书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那这本书呢 刚才提到了 它是全覆盖的啊 对大纲要考的所有考点 做一个全覆盖 所以它最大特点就是全 就是全啊 对所有考点要一网打尽啊 好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硬式性 咱们这本书啊 跟你们大学的那个教材 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是专门针对法考硬式来写的 所以呢 在这个图书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元素 叫考点提示 它会把这个考点啊 它的命题方向 给你做一个总结归纳 告诉你 这个考点可能会怎么发问 从哪个角度来提问 然后呢 咱们在旁边会通过一个小式牛刀啊 通过一个试题 帮助大家把这个考点来做到学以致用 好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案例化 法考的案例化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啊 在近几年呢 案例的分值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呢 我们在图书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元素 叫取案说法 就是对那些比较枯燥的考点啊 我们通过一个生动的案例 来帮你进行展示 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条文 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方法 然后呢 下一个特点就是法条化 所有案例 它的结论都是法条 所以呢 咱们这个图书 不能够丢弃法条啊 所以在很多的重要的考点旁边 都会展示一个关联法条 让你找到这个考点 它的法条出处在何方 要会索引到相应的法条 甚至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增法条的一个元素 告诉你啊 今年这个考点 在法条上有哪些修改啊 然后呢 下一个特点呢 就是重点化 咱们这本书既然要硬试 那一定要体现出重点 因为所有考试都是有重点的 对吧 所以别看这本书很厚很全 但在厚的基础上 咱们又要重点突出 所以呢 在书中会有很多的波浪线 凡是画波浪线的 都是重点 凡是老师在这个考点旁边 还概括一个什么口诀规呢 只要我给你编过口诀的 那都是老师心目中的重点 所以呢 在全的基础上 要体现出重点啊 好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时效性 咱们这个图书啊 每年都在修改 为什么每年都要改 因为法考有个重要的规律 叫新法必考 凡是当年新增的法条 在当年一定要进行重点的考察 所以咱们这本书啊 已经涵盖了2023年大纲可能要考的这么几个文件 比如说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这是22年出台的 那么23年可能会写入大纲 所以我们这本书已经进行的一个囊括 好 还有呢 就是取保候审的规定 也是22年修改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关于办理信息网络案件 试用形式诉讼程序 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也是22年出台的 这几个文件 都会写入23年的考试大纲 所以我们在修订教赛的时候 已经提前做好的准备 这是时效性 所以要求大家复习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旧书 不要为了省了一点钱 用旧书 因为法考有个重要的规律 就是新法必考 新增必考 所以这个新修就代表了它的时效性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本书啊 有可视性 就是我写的每一本书啊 都是有同步的高清视频讲解的 都是由向老师本人 来给你做一个同步的讲解 可以说这本书啊 从头到尾 都有我带着你读 带着你学 来解答你的不懂 来帮你签订我心目中的重点 这是我们这本书的若干特点 我相信同学们 在了解到它的特点之后 可以更高效的 更准确的使用这本书 同学们跟着我 不要害怕啊 老师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